美美好,我是韩默,欢迎您来到文化真相频道 今天咱们谈一个神秘的文化现象,叫天降异象 2020年过去了8个月,可以说过得很不消停 中国内地发生了多次严重的气候反常和自然灾害 咱们一起简单回顾几个例子吧 5月20日,中国两会召开的第一天 当天下午3点,整个北京就好像突然进入了沉沉的黑夜一般 有人说像凌晨3点一样黑 半个小时之后呢,又开始电闪雷鸣 让人感觉到十分震撼,乃至惊喜 再往前说,4月份的时候 按说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 但是东北地区下起了暴雪 早晨起来一看,门窗都给封住了 5月份,本来冬天都不冷的江南地区 却突然下起了大冰雹 有的那个冰雹啊,个头像鸡蛋那么大 6月下旬,北京,河北,也有好几个城市呢,下了冰雹 当时我看了那个视频啊,满天飞冰雹,简直像战场一样进行动作 6月下旬又开始发大洪水 到现在还没结束,受灾范围之广泛,灾情之严重,也是非常罕见的 7月底,网上又盛传北京下大雪了 这时候有所谓的专家出来辟谣 说呢,不是雪啊,是县,东阿西扯的各种解释 我想你还不如让他们看看我的节目 就犯不上去费那个劲去胡说八道了 当然最大的灾业啊,还是从1月份开始爆发 流行到全球各地的新冠病毒重大瘟疫 目前呢,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 于是呢,网上纷纷传出了各种说法 有的人啊,认为是上天发出了警示 有的人不以为然 也有的人呢,借机搞事情 表达不满,宣泄情绪 人们讨论这些事情的依据啊 都是古代天降异象的说法 那么天降异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天降异象真的是上天警示吗 我们通过反思这种文化现象 又能够洞见传统文化的哪些问题呢 天降异象这个观念啊 在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民间的传说 民间的野史 这些故事啊,数不胜数 就是在正史当中啊 也有不少这样的记载 我举几个例子 公元178年 汉文帝继位之后的第二年 当时发生了日食 汉文帝哪里知道日食怎么回事啊 吓坏了 赶紧发罪纪照 宽行摇曳 共和那见眼 就是少抓撞钉 多听意见 这是一种反省 从汉文帝之后呢 历代帝王 但凡碰到天有一项的这种情况 往往也都会被大臣劝谏 批评 这个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嘛 因为是执行老天的意思 皇帝不敢顶嘴 而且呢 有很多皇帝啊 就因此下罪纪照 批评皇帝最狠的 最敢说的 算是西汉的学者 周易大家金房 他根据春秋这本书上 给出的一些案例啊 给汉文帝提意见了 他说 今陛下即位以来啊 日月失明 星辰逆行 山崩泉涌 地震时雨 下霜东雷 春雕秋荣 这全是反常的气候 他说这些灾疫现象 都一起出现了 你说你管得好不好 这个原地呢 只能乖乖的承认 实在是太乱了 没话说 你可以想一下 大汉天下 幅延辽阔 反常的现象 肯定是少不了啊 拿着当事啊 就真实是 金房其实当时是 利用天象 这种事情啊 打击他的政敌 他归咎为原地 用人不当 要拿下中书令 实险 结果呢 他要死在这个事情上 41岁的时候啊 被实险给报复 灭了 也有一位天将一向劝谏啊 就直接召来杀神之祸的 公元前78年 朝地 缘缝三年 泰山脚下 有一块巨石 说忽然自己站起来了 上林院当中的 一颗卧地的枯柳呢 也自己站起来了 这时候有一位 叫隋红的春秋学家 就坐不住了 他说将有新天子啊 从匹夫当中诞生 他劝谏 说让年幼的汉昭帝啊 把这个人要找出来 你要把皇位让给他 求仁得仁 这个书来子啊 很快就被代理朝政的 宰相霍光 以妖言惑众之罪啊 给祸祸了 1644年 也就是明代 重贞帝的17年 当时石河大战 李自成和吴三桂的军队啊 正在激烈的混战呢 忽然就从渤海上 出来一股大风 一时之间啊 黄沙漫天 满洲八旗呢 趁机杀出 中国改朝换代了 这场大风啊 也成了一场著名的神风 同样是一场大风 隋煬帝杨广 首次征讨高丽的时候啊 因为一场大风而失败 原始祖忽必烈 争讨日本的海战 也是因为一场海风而失败 明成祖朱棣的 惊难之役呢 却因为一场大风而大获成功 这些事件 也都被当作天降一象的典型 写进了历史 天降一象 还有另外一类典型 一个形态 那就是皇帝降生时的祥瑞 这种例子啊 从上古时代就有了 周朝的祖先是江源 踩了巨人的大脚印 怀孕降生的 商朝的祖先呢 是天命悬鸟 降而生伤 吃了鸟蛋生的 刘邦的祥瑞就堪称 少儿不宜了 说他的母亲啊 被蛟龙缠住之后 怀孕生下了刘邦 唐太宗出生的时候呢 旧堂书记载 由二龙细雨拐门之外 三日而去 一代女皇武则天 她出生的时候啊 天空中祥云弥漫 两只孔雀 两只凤凰 向东南方向飞去 好像历代帝王降生的时候啊 如果没有点异象的话 都拿不出手 我们来梳理一下 天降异象的文化渊源 在古代中国啊 由于认识能力有限 人们无法解释 天气异常的现象 那么只要是出现了 自然界严重的 反常现象啊 人们都认为 那是上天事件 预示的将有大事要发生 这是中国古代的 一种文化传统 一种文化现象 被称作天降异象说 那么这种文化现象 它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从这种思维模型上来说 天降异象的这个思维模式啊 来自周易所建构的 比赋思维系统 我之前谈周易的时候 谈到过 用类比和附会的方式啊 解释一切 让一些事物呢 发生联系 用这种比赋思维啊 去看待天地自然 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 对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 进行简单的联系 牵强附会的解释 这样呢 就产生了天降异象的说法 举个例子 对于彗星这种天象 也就是流行啊 左传有这样的解释 说 且天之有会也 以除会也 后面这个会是污秽的会 这个思路很简单 因为古人凭肉眼看到那个彗星啊 拖着个尾巴嘛 形状和扫帚很接近 那么人类的扫帚是打扫脏东西的 天上的扫帚星 肯定也是老天要打扫脏东西了 上天的这个行为呢 在人间看来 那一定是人间有了污秽的事情 上天要出来打扫 这就是天人感应 那么作为六经之一的上书 他当中有一个红饭篇 把国军的冒 言 视 听 思 和天气的 与 阳 欲 寒 风 把这两组概念合并到一起 他说 国军的相貌端正 说话靠谱 看得明白 看得透彻 不偏听偏信 不胡思乱想 天下呢 就会风调雨顺 不然的话 就会给颜色看 这就把天相理解成了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时刻随着君王的变化呢 的变化 天降异象的直接来源 是天人感应说 这个学说呢 发展于商周时代 到了西汉 董中书进行了一次大的升级 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么这也是天人感应学说啊 真正成熟的标志 他的主要理论一句是道德经和一些儒家的经典 可以说啊 天人感应说 是在周易的比复思维影响之下 由道家启示 由儒家建立起来的文化观念 大家知道这是一种文化观念 一种认识自然界的方式 天人感应说成熟以后呢 上天就不再是自然的 不可把握的不可琢磨的那个自然界了 而是成为具备超能力 可以通过人的行为 来对他进行影响的 人格化的上天了 你看皇帝干的好不好 都在上天那里反映出来嘛 由此呢 上天崇拜就真的形成了 君权神兽 这样一个观念呢 也在西汉正式的确立了 认为皇帝就是上天的儿子 他叫天子嘛 皇帝的一切活动 都是奉天而行 君权神兽的观念 成为为皇帝量身定做的 统治合法性的标配 但是作为皇帝 你既然享受了君权神兽 这个政权合法性的谎言 也就必须带上天将异象 这个紧箍咒 为什么 因为皇帝权力太大了嘛 没人管得了 只能让上天来管 这在古代啊 应该说既是圣贤的智慧 也是圣贤的无奈 天将异象有什么积极作用啊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啊 天将异象说 显然就是牵强附会 毫无根据 当然 不是说他不对 就没有用处 他在古代啊 还是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的 主要的作用啊 就是填补了法律的盲区 古代法治比较薄弱 那么道德系统啊 是维护社会运转的重要力量 刚才说过了 天将异象首先是给皇帝的紧不住嘛 皇帝是天子 上天的儿子 老天管儿子 老子管儿子 天经地义啊 那么上天是怎么管的 就是靠天象 皇帝干得好 就给你风调雨顺 皇帝胡作非为 就给你来各种的特殊天气 警示 再不听的话 再不反思反悔的话 那么就降临灾难惩罚 这套理论啊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呢 老百姓是信了 只要是天将异象了 你皇帝就得认账 就得认错 你不认老百姓就不服你 就鄙视乃至于造你的反 这里也有一个潜台词 百姓是天 你看你对百姓不好 上天就来惩罚 不服就让百姓造反 所以说呢 百姓是天这个观念啊 和天将异象的观念呢 在这里被统一起来了 成了一回事 天将异象这种思维啊 在民间也是很管用的 大的气候异常 大的异象是管皇帝的 那么小的异象呢 就是管老百姓的了 人们都相信一个道理 说谁做了亏心事的话 别人看不到 法律管不到 都不要紧 老天能看到 是叫头上三尺 有神明 都给他记着上 找机会呢 躺了一劈死他 人生难免出现各种意外 没做过坏事 那叫不幸 那么做过坏事的话 那就是天意 报应 所以说啊 天人感应 天将异象的这种文化 在古代社会的法外之地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再看看 天将异象的文化负资产 天人感应说 天将异象说 当然也有他文化上的消极作用 在现代社会啊 他本身的可信度已经很低了 没多少人再去相信他 但是他留下了几个方面的文化负资产 成为传统文化的硬伤 让我不得不说 第一笔负资产 是把人类和自然 强行联系的那种比赋思维 比赋思维来自周易 但是啊 天人感应说 天将异象说 这些学说啊 对他的强化作用是非常大的 这些思维啊 在农耕时代 在社会生产力低下 认识能力低下 然后信息量比较小的情况下呢 他能够发挥作用 相当于一种经验模式 但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啊 他显然没有任何价值了 但是却在思维模型上 严重阻碍了逻辑思维和科学观念的形成 他称为认识大信息量社会 发展现代科学 发展现代思想文化的一块短板 这种思维模型呢 在中国人的头脑当中啊 根深蒂固 改变并不容易 许多人啊 对传统文化就不假思索的 所谓坚持回归 幻想用传统文化去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 这种思想啊 显然是非常迂腐的 那么也与现代社会啊 格格不入 这本身就是这种思维固化的一种结果 第二笔负资产 就是传统文化当中啊 为了说理不惜造假的制学方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圣人都骗人 最有智慧 最明白真相的极少数人 才是圣人啊 他们也就是这种文化的制造者 和一代一代的传承者 发展者 我们可以叫他们传统文化的 顶层设计者 按说这些人呢 都有很好的道德自律 道德修养是吧 应该是实事求是 追究真相 领着人们呢 明辨是非 追求真理 但是呢 他们采取了造假和欺骗的方式 把天人感应 天降异象 这些牵强附会的说法 当成普遍的真理 灌输给整个社会 流传给后世 圣人们采取的制学态度啊 是只要动机和结果正义 可以不择手段 可以不惜用谎言 来包装真理 这个不是我为言耸听啊 而是传统文化当中啊 比较普遍的问题 就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 就编一个故事 这个路数啊 在24校当中 应该说体现的很明显 但凡是智商正常的人 都应该看得出来 里面的哪一个故事啊 都不太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 但是在古代呢 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还有一个坐怀不乱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也同样是编造出来的 历史记载当中 柳夏慧却有其人 但是却无其事 姚舜宇善让的故事 同样是编造的 孔子整理这些传说的时候啊 就整理出来都管了 然后呢 韩非子 荀子 李白 都争着去打脸 而且呢 有时候这些故事啊 他编的不周到 故此失彼 或者说呢 后边观念又变了 后人呢 就一直要跟着打补丁 你比如说 孟子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顺不告而取 君子以为有告也 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是为前人编的故事打补丁 那些历代皇帝出生的祥瑞 哪个不是写历史的人 编造的历史书里去的 只是便有点罚的厦编 瞪着眼睛说瞎话嘛 这哪里是什么做学问的态度 那些一听我说古人撒谎 就暴跳如雷的文人骚客们啊 别上火 要找例子的话 我能找出几百上千个例子 我说这些呢 绝不代表我不尊重古代圣贤 只不过 此一时彼一时啊 我们既要体谅他们的良苦用心 尊重他们的方法 在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 也要正视这个现实 也要实事求是 最起码在现代社会 我们不能再用这种方法去忽悠现代人了吧 第三笔赋资产 是传统文化的愚民手段 天人感应 天将异象这些学说啊 说到底是由圣贤主导的文化系统当中的一部分 是对老百姓的愚昧化教育 在这个层面上 那些圣贤 那些文化的顶层设计者 他和当权者皇帝是合谋 被愚弄的呢 一直都是老百姓 他们编的那些瞎话 就得让老百姓觉得 比真的还真 比如什么 敬天啊 拜神啊 拜鬼啊 等等那些事情 都得假模假式的 一无一时的去当真事去办 总之一句话 就是要把愚民这件事情办好 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呢 有没有什么理论上的依据啊 老子说过一句话 圣人之志 虚其心 实其父 若其志强其骨 常使民 无知无欲 就是让老百姓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是最好的 你别听那些所谓的学者啊 瞎解释 说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字面意思很简单嘛 很清楚嘛 没有那么复杂 孔子呢 他就不管四肢发不发达的事情了 他就专管思想 孔子说 民可是由之 不可是知之 你让老百姓 由着他的想法 忽来不要紧 但是呢 不能让他们长见识 开智慧有思想 你可以想象 老百姓的想法 老百姓的做法 一般都错不到哪里去 因为都是同一种文化熏陶出来 灌输出来的嘛 但是 老百姓如果知道真相了 开了智慧了 那么灌输就不起作用了 就难统治了 你就拿这些天人感应啊 军权神兽 这些鬼话来说 老百姓如果是都明白的话 那就不信了 那可能就很快就容易造反 其实呢 明白过来的人啊 也一直都有 你从陈胜吴广开始 你看 他就搞明白了 不是你搞神议嘛 我们也来搞个神议 陈胜不懂不要紧 还有那些专门搞事情的方式术士呢 他们干这个事情 家庭就熟 弄一块布 用朱砂写上陈胜王三个字 然后放到鱼肚子里去卖 第二天呢 当兵的去买回来 打开一看 里面有字 这一穿羊 成了天意了 所有的造反者啊 都是有样学样 搞成了就当皇帝 搞不成就当笑话 最后总结两句 天将一项这个说法 纯属胡说八道 天将一项这种文化呢 产生了一大积极作用 三大副资产 一大积极作用呢 是在历史上填补了法外之地的法律盲区 三大副资产 从周一沿袭过来的比赋思维 编造谎言说理 以文化手段于敏 反思过去啊 是为了看清未来 克服传统文化弊端 也才能够生成优良的现代文化 好 今天这个话题啊 就谈这些 朋友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我们继续在留言区讨论 好 下次见 谢谢